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领袖伙伴孙大中 美国总统艾森豪曾说 身处玉米田一千英里之外 手里拿着的是笔而不是锄头 你会觉得耕种再容易不过了 我们常会有欠缺同理心的时候 有个小孩帮妈妈到超商买东西 可是妈妈左等右等都不见小孩回来 妈妈的心不由地着急起来 半个多小时后 儿子才回到家里 妈妈生气地问 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 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呢 儿子说 对不起妈 我在回家路上遇见我的朋友阿德 我必须帮助他才行 妈妈紧张地问 他出了什么事 儿子说 他的脚踏车坏了 妈妈问 那你帮他修好了吗 儿子说 没有 我哪会修啊 妈妈问说 那你都在那儿做什么啊 儿子说 我陪他一块难过 好让他不至于太难过 何时你感到 不是自己独自承受痛苦 越多体会主的同情 剧烈的痛苦就会越少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越多体会主的同情 就越少感到痛苦 我们思想 越多体会主的同情 就越少感到痛苦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三到十二节 新约圣经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二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古中百合花》 大爱耶稣做我恨恨比一切更可谎 在我心中超过万人主为大 我爱不求主耶稣 如故中百合花 他能希望完全百金结无效 又被生出了难为 用万能他来救 主教我一切又离写给他 主是真心灿烂光花 世故中百合花 万人终究主最美好 我爱他 主背负我的痛苦 又担当我的罪 无数试探 是有主作经不谈 阿雷路亚 我心中感触觉神 皆转身住在内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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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宗不把我偏下 也绝不掉其我 我隐心得神 必乐一尊心灵 主作我死归我成 我心灵必难所 你要死他 把那会有我的灵 若一日他带见我 在空中见他面 与神徒同到天上 勇为家 主是真心灿烂光花 世故中百合花 万人终究出最美好 我爱成了 要死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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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 圣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 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 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生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 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教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 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再是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向你们更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节 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经文说道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着神 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越多体会主的同情 就越少感到痛苦 圣经明白教导人 我们能胜过生离死别的剥夺 世人说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比欢呼 赐连不能带来持久的安慰 事实上 赐连只会增加你的痛苦 而且 不停的悲伤 并不能给你一点慰藉 因为悲伤只会生悲伤 忧愁或悲哀 如果用基督徒的方法去担当 就会包含一种内在的安慰 在哀痛中 得到神所赐的安慰 越知道主与我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末了 痛苦就是可以忍受的 何时 你感到不是独自承受痛苦 越多体会主的同情 剧烈的痛苦就会越少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 不要低估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 祂的恩典天天够你用 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祝地恩典大大小小 祝地恩典从头到家 白白的卖过的忘掉 祝地恩典大大小小小松 今天我们思想 越多体会主的同情 就越少感到痛苦 早期 《灵明日亮》有一篇短文 是这么说的 某天晚上 我的一个朋友 在他自家的工作室上班 想把一些必须完成的文书工作赶完 他约四岁的小女儿 在他办公桌旁玩耍 一下东摸西摸 一下拉开抽屉 发出许多噪音 我的朋友用他极大的耐心 忍受这样的令人分心的嘈杂 当他的小女儿 猛地关上抽屉 因为夹到手指 而大声尖叫时 他终于受不了了 他生气地大喊 够了 就把女儿拉出工作室 并且关上房门 稍晚 妈妈发现小女儿 在房间里哭 她试着想要安慰女儿 便问她 你的手指还痛吗 女儿啜气回答 不痛 妈妈问 那你为什么还哭呢 女儿哽咽着说 因为当我夹到手的时候 爸爸没有说 哎呦 女儿 女儿夹到手指的时候 他爸爸没有感同身受 跟他一块说 哎呦 让夹到手指等的女儿 心里很难过 人纵然会有忽略的时候 神不会 他是安慰的源头 同理心 也就是感其所感 知其所感 知道对方的感受 给人心里带来的安慰 是很大的 若是没有同理心 就会对伤心的人唱歌 所罗门说 对伤心的人唱歌 就如冷天脱衣服 又如剪上倒醋 今天这个世界 所需要的不是疯狂 不是混乱 而是眼泪 是更多的同情和体恤 有个感人的小故事 是这么说的 在一个小镇上 有个15岁的少年 因为得了脑瘤 所以必须接受化疗 因为化疗的缘故 他所的头发都掉光了 对一个正直青春期的男孩而言 没有头发 是一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情 但是他同班男同学 却一起解除了他的窘况 他们班上的男生 知道他这样的情形 就大家一块商量 征得他们父母亲的同意 所有的男生 通通把头发剃光 每个都自愿理成大光头 这样这个男孩 就不会成为全校里 唯一没有头发的男生 全班的男生 还邀请这个少年 一块拍了一张合照 清一色的光头男孩 在阳光下露出灿烂的笑容 你看多么的美呢 耶稣知道我们的情绪 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苦 意味着什么 也晓得造成这苦的原因 他同情我们痛苦 便就知道怎么帮助我们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作者说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作为我们的大祭司 耶稣非常了解我们 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 并且被试探而受苦 威尔在神的世上成为 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并搭救被试探的人 但耶稣倒成肉身 在世上做人的时候 他没有加精美容 他多受痛苦 长筋忧患 被人厌弃恶待 他饿过 渴过 疲累过 他曾经极其伤痛 在祷告间 汗珠如大血点 递在地上 他同情我们的挣扎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生在恶臭的马槽 死时 葬在别人的坟墓里 一个没有尝过 同样痛苦的心 对别人 不一发生真实的同情 耶稣同情我们 知道我们的苦楚 他也曾面对我们所遇到过的难处 他能体会我们的忧伤 因为他明白 他也受过 所以他能体恤 眼泪会说话 人说 眼泪是灵魂的彩虹 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困苦流泪 代表他跟这人感同身受 当别人知道你明白他的痛苦 了解他的需要 他的重担就减轻了大半 知道主耶稣明了 伴随苦难而来的孤寂感 就消失了 人的痛苦就在于 有苦无处说 当自己心里苦闷的时候 没有人听他的倾诉 也没有人在意 但我们的耶稣 是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们在痛苦中 他与我们感同身受 约翰说 耶稣看见玛利亚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深忧愁 约翰福音11章35节 约翰说 耶稣哭了 当耶稣为着拉撒路的死而哭的时候 犹太人就说 你看 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耶稣爱我们是何等恳切 他顾念我们的灵魂 爱惜我们的生命 他甘愿 为我们受时下苦行 为我们求平安 因为他深深地连续我们 马太福音9章36节记载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路加福音7章13节 路加说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 对他说不要哭 怜悯就是对别人深切的需要 产生了同情心 尼托圣说 同情是主耶稣一生的特点 耶稣对洗衣之时被拿的妇人说 我也不定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一句充满同情的话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美国大不到家木迪说 耶稣的同情心 比他的大能手更加可爱 弟兄姐妹 自怜不能带来持久的安慰 何时你感到不是独自承受痛苦 你晓得主爱你 他看见你 并且怜悯你 你越多体会主的同情 就越少感到痛苦 孙大中很喜欢首诗歌 谁如耶稣为我心怀 歌词说道 谁如耶稣为我心怀 神子尽与我同在 尊贵圣洁 城市温和 何等福乐 主属我 第二节 主爱这样白白舍了 神的恩慈 谁全晓 主怀怜悯 甚于冤海 主赐恩惠 比天高 第三节 多少恩福 在耶稣里 任何需求 主供给 为主 是我一切所有 我为靠脱 主能力 福哥说道 为主耶稣 亲我心灵 宝贵远胜过生命 千万人中 他最荣美 何当 永送主圣名 每当唱的时候 心中真是充满温馨 为主耶稣 为我心怀 或说 亲我心灵 英文叫 Cheer the heart 想到主为我做的 就是我的心 倍感欢心 倍受鼓舞 耶稣会体系 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的一切 因为他知道 我心中所怕的 所以为我牺牲 舍命在十字架上 为我藏了死位 把永生赐给我 保守我 在他复活的大能 和不至永死的应许中 在我还软弱 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爱了我 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 先知 以赛亚说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绑壁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弟兄姐妹 若你是主的羊 你就无须自怜 你是主耶稣的羊羔 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 耶稣会把你扛在肩上 把你抱在怀中 主认识他的羊 在你这一生中 必然不会缺少 他的恩惠与慈爱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 先知 以赛亚说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 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 尝宝宝他们 怀揣他们 你在这苦难中 主也与你同受苦难 并且 他要擦干你的一切眼泪 你说 耶稣是否真的看过我 当我心灵破碎时 当黑云遮满天时 当我遇到摄探攻击时 当疾病缠绕时 当生离死别之时 耶稣是否真的看过我 弟兄姐妹 他必看过 因为他了解 或许 你仍经历意外的惊慌 难解的苦衷 你心里的苦况 无人安慰 伤痛无人知 你的事 他是知道的 他有怜悯的心肠 这些事 他都经历过 你可以信赖他 他是你旷野中的乙林 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是此各样安慰的神 你只管在他身边安歇 你的事不能向主隐藏 你的问题 不会比主的爱更大 你的困难 更不会超过他所赐的恩典 因为十字架 不会中过主的恩典 你就无需自怜 而要因信 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赌心不移地 来到神面前 领受怜悯 得到恩惠 作为其实的帮助 你当忍受痛苦 走出自怜 在主恩手的牵引之下 勇往向前 要受安慰 然后去安慰人 被鼓励 然后去鼓励别人 要在全能的神面前 做完全人 去做神所喜悦 用信心胜过世界的得胜者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 我就不会孤寂 欢笑使你同行 忧伤使你共情 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 困发软弱中 有你赐恩 我就得刚强 静风傍过黑夜 独切墨月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往向前 愿我索性路迹 愿我索离几云 处处留下 有你痛在 地恩殿痕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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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 与你同行才是真安息 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借着今天的信息 感谢你让我明白 你将被自己与我们认同 你进入我们的悲伤 与我们同哭 你让自己深选 没有怜悯没有温情的十字架 去把所有的同情和怜爱都给了我们 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 香残的灯火你不吹灭 若是我们中间有在苦难中气馁 或在受挫中灰心的弟兄姐妹 求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叫他们想起你的话 使他们心里有能力 便在他们呼求的日子 应允他们的祷告 叫他们经历苦难之后 能够用你所给的安慰 去安慰那时候同样患难的人 求主除去我们的孤单感 借我们思想你心被恩感 歌颂赞美你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五日苏纳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约神赐福给您 祝福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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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美你 祝福标准 祂是我的灵苏星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着 我并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祢与我同在同行 祢长的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行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